哈喽大家好我是BN 今天这个影片呢又要讲到Nike近期狂推的Dunk系列 Dunk系列呢最近几年在投流圈 因为Nike的推波助澜之下呢再次的流行起来 甚至有点到想要让人人都有一双Dunk这种理念 今天这一双呢是非常特别 他们在Dunk上又算是另外一种突破 推出了一些有趣的理念 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快来看今天要介绍的是哪一双鞋吧 今天要介绍呢就是近期在释出官网图之后呢 就让许多鞋迷引颈期盼这双的到来 首先呢鞋盒的部分跟一般的Dunk世面流通款是不一样的 不再是用红色的盒子去装 取而代之的是直接用纸箱的原始配色 然后侧边的部分呢利用这种砖红色跟深棕色 去打造一种復古的感觉 正上方呢就是一个Nike的Sushi logo而已 侧边呢是写上他们的slogan Just Do It 还有Nike的标志 接着我们来看鞋标的部分 鞋标的部分呢它对前面写上W就是指女鞋的意思 最后面呢写上这个SE呢就是 Special Edition 特别款的制作 后面呢是有打上一些英文字 接着我们就打开鞋盒来看看这双鞋到底长怎么样吧 寸纸的部分呢是一般普通的寸纸而已 鞋子本体是长这样 因为这双鞋呢是在日本进行贩售 所以呢它的鞋标是日文 然后另外一脚呢上面是附上一个Nike的橡胶吊牌 两边都是写上的Piece 这双鞋呢从它的外侧就可以看出Dunk这一次的创意 它用秤纸呢将整双鞋包起来 其实这个秤纸上面呢就是印制了许多人然后都穿着Dunk的图形 但它虽然用秤纸包起来 它还是没有忘记在上面制作Nike的sushi 鞋后跟的部分呢有写上这一次的鞋子系列 Flipped the old school 除了鞋子的中底跟鞋舌整双鞋呢它都是用秤纸包装起来 提升了这双鞋的乐趣 秤纸未拆封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看出它是一种鸳鸯配色的对称概念 在鞋带与鞋舌的部分呢就分别是以白色跟紫色去作为一个对比 接着我们就把它附赠了秤纸 割开来看看鞋子本体长怎么样吧 上方呢其实都是用这种比较薄的鱼线去缠住秤纸而已 所以如果要直接将秤纸拆开也是OK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楽 拆开包装之后的本体是长这样 这双鞋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是用正规的Sloosh去做为呈现 但是刚刚秤纸上面是正常的Sloosh 一拆开以后就会发现其实里面是反过来的Sloosh 最近因为Travis Scott的缘故所以让Sloosh有点变化的球鞋通常都会让鞋迷非常兴奋 跟Travis Scott不一样的地方是Travis Scott使用的是倒勾 这双创意鞋款它是用反勾的方式去做为呈现 这双的颜色配置部分是致敬1999年推出的Nikey Dunk City Attack系列 这双鞋的呈现上就将两款的颜色直接打造在一双鞋上面 让它产生类似鸳鞋的概念 首先我们先来看左脚的部分 左脚的部分主要是以紫色为基底 然后在鞋子前缘还有穿鞋带孔处以及鞋子后侧这边呢是用白色去作为点缀 那刚刚提到的这几个重要的地方是用一种放屠鸟皮的概念去制作 主体的部分呢则是用荔枝皮的材质去制作 这样远远看起来呢其实会觉得皮质有一点设计感 然后有一种易材质的感觉 它这一次不仅在鞋子的侧身是采用屠鸟皮的材质 连Sloosh都是利用屠鸟皮的材质去进行呈现 整双鞋最有特色的地方呢就是这个Sloosh是整个倒过来的 为了呼应整双鞋的重点 所以它鞋后跟的Nike字样呢也用反过来的方式去呈现 内里的部分是用正常的方式去呈现Sloosh的方向 再来它的鞋舌一样采用档壳一般的材质是用尼龙的材质去制作 左脚部分的鞋标刺绣呢是反过来的 是为了要跟右脚有个呼应完全对称的概念 接着看右脚的部分 因为刚刚已经提到是整个对称的 所以右脚的部分呢是以白色作为主要基底 铜鸟皮的部分呢则是用紫色去呈现 鞋带的配置呢也跟穿鞋带孔处的颜色有呼应 左脚是白色的穿鞋带孔 所以就配上白色的鞋带 也可以应称鞋舌的颜色不同 右脚的部分因为穿鞋带孔处是紫色的 鞋舌是白色的 所以配上紫色的鞋带去作为呈现 鞋标呢是用镜像对称的方式呈现 但鞋则后跟刺绣呢则是为了呼应这双鞋外侧的倒钩 所以都是用倒折的方式去呈现 鞋垫的图案呢就是刚刚外面包的衬纸的图案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外面衬纸的图案你很喜欢 割掉之后没有办法保存在这双鞋上面 Nike很贴心的将鞋垫 利用刚刚外侧的衬纸去作为呈现 鞋垫上面的勾勾呢也是为了呼应这双的反勾 所以Nike以及Swoosh的呈现都是用反过来的方式 右脚的部分一样 两双一起看呢会发现它的鞋垫的部分也是有做一个对称呼应 虽然说这双鞋用很简单的方式去呈现并没有在颜色上特别有琢磨 但是这双鞋的重点呢就是在它外侧的反勾 还有在整双鞋的配置上呢是左右脚对称呼应的方式 再来呢是它在重点的部分用不同的材质去呈现 增添了这双鞋的丰富感 也添加了一些玩乐以及创新的感觉 这种在鞋子外侧包覆称纸的概念呢 也同样有运用在Air Force上是KIM & FRESH系列 我想Nike应该是想要先尝试这种利用称纸包装在鞋子外面上的接受程度 未来呢也可能再推出不一样的鞋款 尺寸建议的部分呢因为这双是女生的版型 所以如果是女生要选购的话呢就依照自己的尺寸去进行挑选就可以 男生要购买的话呢建议是拿大半号到一号 穿起来会比较舒适 但主要还是依据个人的穿鞋习惯为主去进行尺寸的挑选哦 OK今天的影片呢就介绍到这边 对于今天这双Flip the Old School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你比较喜欢哪一只脚的配色呢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喜欢今天这则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加分享 如果想要第一时间收到我的影片讯息的话 也记得订阅我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